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这财宝哥刚开门就来生意了 不知道两位客官想要什么 玉莲花 天然成型的宇宙 百年难得一见 太朴素了 那您看这金鸡红碗如何 颜色太浅 不好 这个瓶子不错 客官 使不得 这个红瓶不干净 已经出了好几次事 小爷看对眼了 就要这个 要不小的再给您推荐几个 是我买东西还是你买东西 可官 这还不是为了您 既然您想好了 那小的就不脱嘴了 怎么了 清清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瓶子到手 马上离开 客官 这瓶子的材质那可是世间罕见的 一千两百年算是亏的 秦清 你姐姐比我想得要成啊 正座玉瓶要消耗灵力 可能就多吃了点 客官 您慢走 常来 没想到他们新找上来了 大人 他们买走了瓶子 这会不会 薛德不是喜欢斩妖出魔吗 那就都交给他 哈哈哈哈哈哈 大力 你等一会儿 我这就会醒姐姐 清雨如水 与心共住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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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不过 那 大大力 那个 大宏雁伟平吧 哎 别提了 刚才有个傻子 花一千两买走了 被谁买走了 你不知道 里面封印着凶灵吗 学大大师 不关我的事啊 施大利一定要买 再说 他带走花瓶 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好事 施大利 他住哪儿 郊村那块 说来也奇怪 他一个小混混 哪来这么多钱 大利你再坚持一会儿 姐姐很快就会醒来的 不好了 红屏子没反应了 怎么样 情况很糟 姐姐伤了元气 现在的元气 不够他苏醒 元气 现在去哪里找元气啊 听说 精灵都有一颗本命元丹 那就用本大爷的元丹 补充元气 消耗元丹九死一生 就算你能够活下来 也会变成一只 普通的仓书 你当真舍得 谁叫他当年 非要从猎鹰嘴中 救下本大爷 来吧 拿走本大爷的元丹 还大利活下去 老铁 你还没有修炼出法力 体内没有元丹 死猴子 果然不靠谱 看来 怎么要下辈子再见七月了 谁要你这个穷光蛋 本大爷 要找个有钱人 你现在要是不好好活着 下辈子可碰不到我了 清清 你在做什么 这次 红罗和你一起去 记住 人灵疏突 不要再感情用事 快停下 大爷 你一定要好好的 活下去 给我回来 给我回来 是在在意我的安危吗 我来喂你吧 清清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